字幕君 找編曲 李宗盛 您好! 我現在是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涉發系三年長的戴子仰 然後我叫我個名字叫做小戴 所以大家叫我小戴就可以了 那這是共筆的部落格 然後目前就是一個網路上的平台 能夠分享資訊 讓大家在那邊交流 也可以把你想要討論的議題 或是要辦的部落就是放在上面 然後我覺得要談論Low Wonder的話 其實大家之後可以用Google的方式就會找到 目前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部落格的方式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粉絲專業 那估值從這邊開始 我是在大英那時候 就是參加了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他們那時候辦了一個去領約 參加地球高峰會議的行動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跟現在 跟我創辦部落格的朋友鄭少育 然後也是Paul 然後我們一起在那邊就是 去看看這個世界在調論什麼樣的議題 這場會議其實在台灣就是 去檢討人類20年前就是所做的一些決定 然後去規劃就是未來20年 就是一個地球高峰會議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世界各種元首都有到 然後我們也覺得市場會議非常的重要 可是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轉捩點就是 在最後一天也就是會議決議簽署會議那天 我們去看了世界的新聞 然後再看台灣的新聞 我們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時候其實世界上所有的媒體都有在報道 就是這場會議發生的事情 可是台灣那時候 大家新聞上在播的就是 熱火隊的Labron James 就是他的比賽還有他的得分 我沒有覺得就是MBA不好 可是只是一個就是落差的感覺 就是好像我們所關注的事情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回來台灣之後 我們都覺得怎麼辦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的事情是我們想要分享出去的東西 可是我們卻沒有這個平台 然後我們也覺得可能是網路媒體或者是說 那時候的報道雜誌對於我們可能是比較陌生 然後也不會去報導環境相關的 也不是關於就是 貴覽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就決定要是 創立這個部落格 然後這個突襲就是在剛剛大家看到很美麗的海邊嘛 然後其實那時候只是隨性的亂排 可是後來這張照片就是我的手 就是成為後來那個部落格的就是封面照這樣 然後這個部落格目前就是 因為就是很多的議題慢慢累積上去 所以按讚人數有慢慢變多 我們是在2012年的8月份回來之後創立的 然後那時候剛好就跟上一波的潮流 當時大家在討論為什麼是 Samsung贊助電影戰略是出國的 然後因為我們去罷卸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些募款的經驗 去跟公司老闆談 或是去跟企業拉贊助 不然就是跟政府機關拉贊助 可是我們發現其實不是問題重重 困難重重 然後當時我們其實有些心得說 其實電影戰略去找Samsung拉贊助 或是Samsung給他贊助 其實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在國外也都看到Samsung真的會贊助一些 就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人 可是在台灣的企業其實是比較沒有講的文化 然後我們就用我們的經驗去寫了一篇這樣子的評論 然後當時也造成很多很多人在分享這個評論 然後去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那時候也就是從可能是100個站 然後到1萬個站 然後這是第一步 然後之後因為很多人看到我們之後 我們就開始跟很多不同人聊天 就可能跟大家聊天 然後大家慢慢跟我們談 你們可以發現說就是 其實我們不只是一個本的專業而已 我們可能甚至可以變成一個是網路的媒體 然後這也是我們後來的定調 也就是我們現在從2012年到現在 我們就是把自己定調成為是一個網路的媒體 可以在這個評論上面去做 我們認為重要訊息的傳播 然後這也是我們跟我們夥伴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這個部落格的創立之初期就是三個朋友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大學生嘛 然後就是經歷過很殘酷的那個高中的考試 我就覺得那時候真的太無聊 所以就想說要給自己一個敬嘆 然後那個夢想就延續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所以採取了這個名字 然後原本的三個人 後來因為很多人看了部落格 然後開始跟我們聊天 然後也找到陸續的夥伴 像今天剛剛跟大家自我介紹都有聽到 像是潘宇勝或是像是Vanessa 就是人分享 他也是可能看完我們部落格之後覺得還不錯 然後居然繼續跟我們合作 然後那我要講的是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可能就是report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wonder 然後我們去create 更多的wonder 這就是一個就是改變的可能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做的就是 去改變這個世界 去透過一些微微的行動 或是想法來改變 來改變這個世界 那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最近在一起做一些轉變 我們原本就是只在做網路的媒體的經驗 可是我們現在希望做的不一樣 我們想要延續我們剛剛的精神 然後我們想要走出去 然後這是我們要做的東南亞的計畫 大家其實我們跟很多網路媒體的朋友在聊 我們都會覺得台灣的媒體環境 是大家一直在覺得很多缺乏 跟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那我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暑假會跟我們的夥伴 一起去東南中南半島 然後去那五個國家去做一個採訪 就是可能是結合自助旅行 跟結合採訪的方式來做這個專案 然後會利用我們萬多人平台做發布 這是我們最初的計畫 然後第二個計畫可能我們今年是採訪中南半島 之後可能採訪東南亞 就是沿了下去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發想 是我們覺得其實台灣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越來越多 就是新興的媒體出來 就是可能這次太化學院 所以大家會發現 還蠻多人開始在寫附落格的 還蠻多人開始在做一些網路媒體 那另外其實我們在臉書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朋友的分享 其實都非常有質感 因此我們會希望透過我們的累積 去建立一些人脈 像我們因為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去找了土老王 然後我們去找了天下評論 然後還有我們去找了台學會 我們希望這些未來 我們已經聊過了 然後聊天的前輩們都可以成為我們未來的獎師 然後可能之後也可以訓練出 大家有興趣想要去做旅行 然後可是不只想要做旅行 還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源交給你們 然後讓你們去做更多的累積跟陪你 之後也可以走著去做像這樣的報道 這樣或許就能夠協會改變一些 台灣國際媒體情況比較不足的地方 然後這個合理下的就是跟大家看一下 扭轉 然後再來就是走著去 就是剛剛大家其實很多聽過 我相信這邊非常非常多都是旅行家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還談到一個重點 是我們上次在跟天下的主編聊的時候 他跟我們建議 他覺得這次學運讓他看到了非常不一樣的一些面貌 然後他也建議我們應該要延續這個精神 能夠繼續走回去持續的去改變 不是說當我們走出了立法院之後 這個行動或是這個會議就結束了 也不是說這個世代人就停留在這個會議 就是一個據點 所以 我們會希望能夠就是透過這個運動 然後我們去中南半島門跟他們聊這個事情 去跟他們建構他們國家的人 對於他們自己的想像 然後建構就是對於台灣的想像 然後去做互相的交流 然後這也是我們這次計畫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我們之後的行動 就是除了辦那個狀況之外 我們還有活動 然後我們因為之前剛有經過洞見 或是有經過北斗 也都是網路媒體 我們之前就有合作過就是 鍵盤革命 就是跟大家論壇跟討論這樣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做的是另外一種亞洲事業 就是剛剛文在山有提到說 我們會辦在5月3號也是這間店 然後來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對於亞洲的想法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說 就是台灣人怎麼樣 或是說中國人怎麼樣 或是日本人怎麼樣 可是我們很少會用一個亞洲的視野 來看待我們現在的社會 或是我們現在的未來 所以這個論壇其實就是希望大家 從另外一個更高的層次來看看 我們所處的區域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大部分看到是歐洲的視野 或是可能看到是來自美國的視野 他們怎麼評論亞洲 可是很少是從我們亞洲自己出發 去看這整個世界 然後這也是之後活動的預告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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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